台湾会馆代表以及台大校友会代表等人 陆续将收到的各界爱心物资 亲手交给Here Foundation社团 洛杉矶台湾会馆董事长王梅凤表示 从发起寒冬送暖的活动开始 纠结获不少大家捐赠的及时罐头 食品干粮等等来帮助贫困 而这也是回馈社区的最好方式 今天台湾会馆来主办这个寒冬送暖的活动 实在是很有意义 很符合我们台湾会馆的宗旨 因为我们台湾会馆的宗旨是服务和谐还有怀香 那这个对主流社会的服务 让我们是义不容辞的要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洛杉矶低收入的很多 而且在这个感恩检的佳节里面 让他们感觉很孤独 所以我们就要发动这个 来给他们一个温暖 把所有的罐头或是礼物送到他们的手中 让他们能够过一个很快乐的感恩检 而且也知道说这个社会上 他们还是有人在关心他们的 而且这是台湾会馆 为什么我们董事会决定说 这个是很有意义的活动 一定要来做这个活动 让美国的社会看见台湾 台湾要走出去 主办单位表示 因为经济不景气 各地还是有许多低收入家庭 面临挨饿受冻的困境 为了让他们和家人 能够度过一个温馨的佳节 希望在这寒冬的季节里 能够激起更多的热心人士 永远赏映 我们这次募到大概五千多块的罐头 而且这罐头一定不能过期的 像有那个 Noodle Soup Chicken Soup Chicken或是Tuna 很多的罐头 是我们觉得说 这样罐头可以保存久 而且让那个 Valentia America的那个 所谓学警可以帮我们送出去 到洛杉矶的所有的地方 台湾会馆为什么要办这个活动 因为以台湾会馆 做一个location 让需要关心贫穷的人 也可以把罐头送到台湾会馆 所以台湾会馆就用这个来发布新闻 如果有要捐罐头的人 可以把他们送到台湾会馆 台湾会馆可以把你们送出去 基金会同时也建议民众 捐赠的物品必须要有英文标识 以及注意使用期限 另外今天起 台湾会馆对于响应捐赠 还想再接再厉 呼吁民众要是有用不到的 预含衣物以及个人清洁用品 可以交给台湾会馆汇集 希望在年节前夕 把大家汇集到的爱情物资 送到弱势家庭 以及游民的手中 让他们也能感受到 寒冬中的无限暖流 中文电视采访报导